他亲自给你擦洗 照顾了你一整夜 他有没有对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不不 是我对他 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一诺听说 这南平俊王 四体不倾 文类成性 有鸟三年不飞 一飞冲天 三年不鸣 一鸣惊人 他不是绵羊 是雄鹰 只有他相信 相信我可以一飞冲天 就是他 就是他呀 我看得很清楚 没错 就是他 就是他 君老爷 到底怎么回事 李大师他死了 死了 你说 你家主子干过这事没有 禀皇上 我们家君王 断不会执刀杀人啊 我虽然痛骂了李大师 我违逼利诱他 但我绝对没有杀害他 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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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臣哪 一直在想 这李大师 是死于一刀毙命 这凶器呀 是把短匕首 就在尸体旁边 而且这身体呀 没有挣扎的迹象 陈派捕斗 走访左邻右里 知道郡王 和受坏人 确实有过争执 但是 现场没有杀人的证据啊 微臣 斗胆猜测 一定是李大师 跟郡王争执 记恨郡王 一时想不开 所以 自尽了 小夏子 你身为内侍奉 你说 你家主子干过这事没有 禀皇上 我们家郡王 虽说性格调皮任性了些 但他心地 绝对是善良仁慈的 就连平时 在屋子里打死这蚊子 也是让小夏子动的手 而且郡王气急了 顶多就是骂人家 八辈子祖宗 断不会执刀杀人啊 邱皇上明察 那此事 该如何了结呢 华尚 皇上 这样吧 罚郡王俸禄 再禁足三个月 拿些爷俩 带给家属和邻里 封住他们的口 这郡王 也是无心之事啊 私下训斥 训斥也就算了 他母亲赵太妃啊 年龄大了 受不了这个刺激啊 这事儿且先按下 等西夏时段离开后 再查个水落石出 跟你这个混账东西算账 玉洁 你这次实在是太乱来了 叶昭 你身为妻子 不好好管他 让你相公在外面胡闹 太不像话了啊 皇上 此事 就这么了结了 怎么 什么啊 嫌不够啊 你给我打 打两百大碗 皇上息怒 皇上息怒 这郡王 可经不起这般摧残哪 赵玉瑾 你马上给我滚回家去 拿些钱财来安抚私者家属 务必让大家满意 后半年你给我闭门思过 好好读圣贤书 学点做人的道理 皇上圣名 不 我不服 你这混账 你还想怎么样 李大师是无父母母的孤儿 他连自己的身份来历都搞不清楚 他哪里来的家人 他是从何西洛湖到东京来的 这官府送来的籍贯 可是写得清清楚楚啊 那份官府籍贯是假的 他少年时期 曾诸洛东 后来以造假卫生 后来得罪了厉害的人物 为了躲避追捕 便伪造了何西的文件 后来改换了性命 辗转到了东京 弃君枉法 此人该死 他伪造官府文书 按照法律 的确该死 但是 应该死在官府的闸刀下 而不是被人杀死在家中 你说他是被人杀死的 那凶手又是谁啊 凶手是谁我不知道 反正 他不是自杀的 郡王凭什么断言 他这个人不耗财物 生活朴素 一心 痴迷于造假手艺 叶昭的匕首 不过价值百余两 我和他争执的原因 是因为识破匕首真伪的人 不是叶昭 而这不符合他将东西 送回去的规矩 于是我跟他打赌 我将家中的双喜图 送到他那里让他伪造一份 他做完后 便将真假俩浮屠 一起给我送来 让我猜 如果我猜对了 那匕首一事便就此作罢 如果我猜错了 那我便将双喜图送给他 这双喜图都没到手 他怎么可能去死呢 郡王爷 你可千万不能乱说话呀 他若不是自尽的话 现场就会留下杀手的痕迹 可是在现场 只有你的足迹 没有别人的 再说了 这邻居家 还养了七八条狗呢 杀个人就这么容易吗 金赵颖何大人家 应该也养了不少条狗吧 若我半夜潜入 在你脖子上抹一刀 我保证不留痕迹 那个 要不要试试 我知道叶将军武功高强 就不必跟本宽演示了 所以 杀死李大师的 应该也是个高手吧 这 这李 李大师他就是一个 隐秘皆向的无名小组 是用高手来对付他呀 会不会是有人 想让他伪造一件重要的物品 但是担心他泄露出去 所以杀人灭口 我记得你说过 西夏的使团 在打什么鬼主意 他们打的鬼主意 会不会就是这件 伪造的物品 一个造假大师 一件可以倚假乱针的 重要物品 能惹出什么样的使端 皇上 你不认识吗 不怕一万就怕万亿 此事必须撤查 对 我一定要替李大师申冤报仇 好 玉瑾若想名声清白 此事 需查个水落石出才可 是 皇上 还是先查清楚死因吧 说不定武卓漏查了什么 郡王爷 下官从事验尸工作二十余年 虽然地位低下 升迁无望 但是已将全部的心血 都放在了检验尸体之上 郡王 您要是信不过下官 您慰眼如炬 那一定能看出 这一刀毙命之外的死因吧 武卓验尸技术高超 听金赵颖大人说 您只要看上一眼 就可以知道死者的 死亡时间和方式 绝对不会出错 将军过奖了 我自幼沉迷于习武 也杀了不少人 对天下常见的兵器 比较熟悉 愿和武作讨教一番 拿着哪儿呢 一刀刺入心脏果断有力 然后迅速地旋转绞碎 这死法绝对不是自杀 将军所言极是 人在自杀的时候会有犹豫 刀口不可能这么地干净利落 而且刀刺入心脏的时候 双手会感到无力 更不可能会有旋转脚碎的动作 只是这些 我当时已经向何大人禀明 何大人不让下官说出实情啊 什么 我呸 癞蛤蟆是个浪臭臭 我呸呸呸 这个狗官 就是想让老子顶罪结案 而且周围的狗见到熟人 也都不会叫嚷 下官在想 可能是何大人 不愿意将此事闹大 老子和李大师熟 跟周围的狗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杀人 这国我不为 玉瑾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人不是你杀的 你为什么相信 我没有杀人 看这死法 就知道 不是我夫君下的手 将军此言怎讲 我问你 如果你要杀我 你从哪儿下手 下官会选择腹部 因为腹部柔软易入 只要刀刺入腹部 稍微一旋转 无论是伤到任何内脏 都会因出血过多而亡 为什么不选心脏呢 心脏的前面有几块骨头 稍有偏直 就会刺入到骨头之上 下官明白了 寻常人做暗杀人 都会用刀连续刺向腹部 或者用重武砸炉 想要刺入心脏一击毙命 那是难上加难 就算是冲动杀人 也绝对不会想得如此周全 是 那如果你 将刀刺入我的心脏 你会向哪边转动 右边 因为你平日里用的是右手 所以会向右边转动 但是李大师的伤口 是偏左侧 所以我猜测 凶手平日里 惯用的是左手 如按将军所言 那么杀死李大师的凶手 就算不是一个顶尖高手 也是一个 惯性很强的惯犯 就凭这一点来说 郡王就万万不能相比了 将军心细如发 眼力高深 着实让下官佩服 武座平日里负责验尸 不曾杀人 所以对于用刀杀人的方法 不了解也是自然 但是对于验尸的尝试 还是武座更胜一筹 将军过谦了 两位大师 能不能不要再互相夸了 你们看这把匕首 像不像阿昭你的虎啸 你确定 这把匕首就是凶器吗 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奇怪了 李大师 把原版的那把匕首 撕藏了起来 可昨晚 被我强要了回来 阿昭的房里还有把伪造的 可凶案现场 又出现一把 难道是李大师 非常钟爱这把匕首 又连也敢支了一把 这李大师 是打算做兵器生意啊 高手们都有自己惯用的武器 我估计 我估计这个凶手 先用自己惯用的戏刀杀人 然后再用这个匕首补上一刀 造成是这个匕首杀人的假象 李大师的伤口内 应该会有一些偏差 我估计 准备开堂挖心 是 将军 你们要不要再斟酌一下 动不动就挖心挖肺的 对死者是大不敬啊 这个死者本身就是一个 无家属的苦主 我们又是在替他申冤 我想 在九旋之下 他也不会介意的 我说 下官居然看走了眼 这个心脏里边有两刀明显的刀痕 匕首那一刀明显是后面加上去的 原来真正的凶器应该是 短剑 那这把匕首 一定就是连夜赶制的那把 只可惜 刚好被凶手锁命 用来掩饰伤口 这李大师 一辈子造假得命 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尸体上 会有伪造的伤口 现在好了 我们只要找到一个 善用短剑的高手 还是锁匹子就行了 可是 凶手为什么要嫁祸郡王呢 这 这就是 我看中了 我看中了 你把我发现了 我的天啊 我看中了 不过 我看中了 我看中了 小瞎子 郡王 怎么了 你也睡不着 郡王这是孤枕难眠 想找人侍寝啊 郡王要找谁啊 杨氏 这杨氏自从主持中愧以来 做事更加谨慎 事事都按规矩 年纪轻轻 把自己弄得跟个古板老太婆似的 跟她睡觉太难熟了 那要梅娘还是轩儿啊 梅娘这个吃里扒味的东西 谁给好处就叫谁娘 在叶昭面前跟个摇尾巴狗似的 我才不要她呢 这轩儿倒还好 偏偏胆子太小了 还喜欢尖叫 让她来陪我睡觉 万一见到什么老鼠蟑螂的 没被杀手吓死 被她的尖叫吓死了 那郡王你是想 更坚持人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这大半夜过来 不会是一个人睡觉害怕吧 原来自个儿媳妇的睡觉 天经地义 难道还要提前通报吗 今晚也就在这歇下了 天经地乱 天经地乱 把被子给我 你身体强壮的 不需要被子 今日被伊莲川的事情搞得神经兮兮的 真是挺累的 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了 不要 明天经地乱 明天经地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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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放狼牙棒 不准放斧头 不准在衣柜里放流星锤 不准在我的花瓶里插红鹰枪 你这个败家娘们 你知道我那些瓶瓶罢罢有多贵吗 把我的瓶口都弄破了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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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除了虎啸匕首 还有祖传的蛟龙剑 其他兵器通通放到偏方去 应该摆一些正经的摆剑才是 行 还有什么 还要超多的 这还没有 行 这还没问题 这还还没问题 请严格参照第一条 我会紧记第一条的 只准你调戏我 不准我调戏你 大人 南平郡王和叶将军到了 什么 快 有请有请 是 上船 上船 巨王 将军 请上座 你快点 快点 巨王 请喝茶 来 将军 请用茶 先不喝茶了 快说说 许武座查得怎么样了 许武座对尸体做出了结论 作案手法极其残忍 令人发指啊 我一定找到凶手 严惩不淡 是 是 这正是我想对何大人说的 抓紧抓到凶手 让案情真相大败于天下 是是是 将军 放心 放心 将军 你不用陪下施团了吗 我特地向皇上告了价 让吕相爷和齐王去作陪了 这皇上真是英明啊 把作陪这种差事 交给了年近八十 发福的吕相爷去做 他那两条小短腿 要陪精力充沛的一诺油山碗水 对 既然将军亲自参与破案 我一定给你配备 最熟练的人手 亲自上阵 为南平郡王翻案 请喝茶 请喝茶 不喝了 去阿发现场看看 这么快 走吧 好好好 去吧 舞蹈似的 天王宋司徒 怎么会在这儿 这是王羲枝的书法 一定是用假物换来的真迹 这一定就是 海外驻金大师的 八宝琉璃塔 来的正好 我偷偷带几样东西回去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 你 先出去一下 是 大人 你看 这杀人凶手杀人以后 迅速离开 没有翻弄屋子里的物品 这明显不是图才害命 一定是寻仇或其他原因 而且啊 我跟邻居打听过了 没有怪异的剩下 俊王 你那儿有什么发现吗 这些东西 你也拿回去观赏观赏 待见别人委之后 我亲自送给皇上看 这 这 这 俊王 你 你这 你二三四五 你 你拿得也太多了吧 这怎么了 我真的会还的 我 我相公说还 就一定会还的 何大人 继续分析案情 俊王 我这是这 你别说了 既然 邻居没有听到怪异的声音 那不怪异的声音总有吧 去问问他们 说不定有些线索呢 这不怪异的声音 听起来也没用啊 玉瑾说得对 不管是什么样的声音 都让街坊邻居出来说说吧 走 好好好 好了好了 大家都别闪了 来 各位香香 我再问一下啊 你们仔细想想 昨天晚上 有没有听到什么怪异的声音 回大人 我听见了 我听见野猫在叫吹 我听到有打羹的声音 还有还有 那个令色罗骂老婆的声音 真是难听啊 闭嘴 贝家的婆娘 那三才的蠢货 我能不骂她吗 不过是被狗舔了一口 她就扔给外面那个 要饭的小麻雀了 气死我了 小麻雀 哪个小麻雀啊 就是 京城老高家 卖羊肉汤的儿子 他怎么会在这儿 听说 听说郡王爷之前 砸了他们家的羊肉馆子 他们一家老小 都去逃难去了 至于他为什么流落到京城乞讨 这我就真不知道了 李四龙 别胡说八道 是 郡王爷为什么要砸 他们家羊肉馆子 你不知道吗 分明是为了提高他们家 羊肉汤的质量 是是是 金绕颖说得没错 老高家的羊肉馆开不下去了 自然要关门 你跟我说 小麻雀现在在哪儿 他平时就住在外面的杂货堆里 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好 去看看 来 再查一下 是 安静点 安静点 一个个说 没有人 莫非跑了 这些天我挨家挨户的寻常 没发现这个人哪 这个地方乍一看 就是堆了一些杂物 没有人想 会有人住在这儿 还有一点 他可能是看到了什么 害怕了 所以逃走了 我怎么把这点给漏了呢 下官疏忽了 还是南平郡王运气好啊 随便破格 这线索手到前来 简直是 神佛庇护啊 别嫉妒 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 可惜下官没这福气啊 破案从来靠不了运气 你没事多烧烧香拜拜佛啊 运气不就来了吗 将军 你从来不烧香吧 不烧 你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不是 我没意思啊 这 阿昭不烧香 等于神佛不保佑 神佛不保佑 等于他就没有运气 他没有运气 就他架了个魂球 你 你这拐着玩儿骂人啊 你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骂南平郡王啊 你 你 你 干吗呢 把小麻雀给我找回来 是 我们继续审啊 走 小麻雀 你 你跑哪儿去了 郡王 将军 你们怎么在这里 放开 你不跟你爹逃难去了吗 你爹娘呢 我爹娘和我姐姐 逃出城的那一天 我一想 这一走 恐怕回不了头了 想跟平时几个要好的朋友 道个别 没想到 他们留我喝几杯 迷迷糊糊的 竟睡着了 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我急忙忙地去城外 找我爹娘他们 可他们 早没了人影 你这孩子 可真不让人省心 你爹娘走得急 哪儿等得住你啊 算了 家里的事待会再说 经召尹何大人 小麻雀 我问你啊 那天晚上 你在李大师家的窝棚里 看到了什么 那天晚上 月亮很圆 我吃了半个馒头 可还是饿 所以晚上 又吃了从黄狗嘴里 抢下来的鸡肉 我看你 中文 你不要 我看你 你怎么用 我看你 这儿 你不是 我看你 第二天 听人说李大蛇死了 官府的人到处问话 我怕 怕被官府的人抓进大牢 所以 所以就跑了 小麻雀 那黑影有多高 和将军您差不多 你可看清楚 那人长什么样子吗 那大半夜的谁能看清啊 看到了 凶神恶煞的 驼发乱糟糟的 鼻子是勾的 眉毛上有一道大疤 眼睛冒着凶光 像鬼 像鬼 不像人 我亲娘了 我得让我媳妇上庙里去拜一拜 你们先带她下去 换身衣服 给她弄点吃的吧 是 这根据小麻雀描述的身材 发型和鼻子 我感觉这个人像西夏人 说不定就是依诺那个魂九 依诺是西夏使团的领队 此次为西夏和大宋的交好而来 这几日与将爷跟得紧 依诺表现良好 既不让自己的部下擅自出行 自己也从不妄言 她这样的举动 我们真的很难污蔑她 叶将军所言极是啊 依诺这个人 城府深不可测 即便不是她亲手所为 也有可能是她指使他人呢 证据呢 不能无证无据 确定人的罪吧 是啊 只要没有杀人的确凿证据 是不能随便出发的 这个凶手 杀人不畏钱财 难道 是让李大师伪造一样东西 这件东西一定非常重要 那有多重要 比一条人命还重要 对了 小麻却见过凶手的模样 让她出来执任不就完了 怎么着 你是要把西夏使团 全部都扣押起来 扣押起来 这依诺可是堂堂西夏之王子 这事关友谊啊 不能说扣就扣 说押就押 说押就押呀 好主意 我可以在家中 宴请西夏使团 再叫上几十个乐师跟歌姬 让他们饮酒作乐 酒过三巡 就让小麻雀 伴奏我的侍从 跟着我试茶敬酒 然后让小麻雀 指认凶手 军王 你是用什么方式 请他们喝酒啊 这个 以我的名义 召集边关旧部 再邀请西夏的使团和伊诺 一起喝喝酒 续个旧 将军 此计太妙了 不行 阿正 你会忽悉 你任何谅 一位 你会有大葵 他也会有大葵 我会有大葵 一位 他也会有大葵 你会有大葵 你会有大葵 于是 你会有大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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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着呢 阿昭就算再厉害 她也是我的媳妇 男子韩大丈夫 怎么能让自己的媳妇受委屈呢 相公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过 这一诺酒量惊人 听说她喝醉之后 喜欢抱着身边做陪的人 不管是男是女 所以 你多加小心哪 她还有这个嗜好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 你说呢 大丈夫 君王 散死了